好的主播 銀色修 Sabbath 突然在市場內 車身瘋狂左右漂移 撞完一旁車輛後 直接往前猛衝 衝撞市場內店家 在路邊停得紅燈的車輛 都顯遭波及 17日晚間 北市內湖區居然有一名15歲 真心未成年少年 投開祖父的車 疑似會車緊張 又分不清油門和煞車 但皆高速蛇行 下一秒狠狠撞進東湖市場內 的一間臭豆腐店 當場奪走三條人命 他坐在外面 靠凱外車 然後車就直接從那邊這樣撞進來 然後我媽媽就直接坐在那邊 然後看到一個人 就直接貼在牆壁上 那個人是直接貼死在牆壁上 然後氣孔流血 然後下面那個骨盆好像 就全部碎掉 然後腳就已經都被自全了 三名死者經過搶救後 宣告五神命跡象 另外臭豆腐店老闆娘 及一名員工均為燒燙商 警方也緊急逮捕這名位成年少年 一送分局 18日一早 死者家屬和少年家屬 也紛紛到警局接受警巡 只是好端端的出門吃個飯 天曉得天外飛來和貨 就這樣天人永隔 以上找到消息主播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